巴承門的辯護人他涉及了非常多敏感的議題 包含死刑 原住民 移工 法律 認同等等 那當初沒有人想像他會可以拿到這個最佳人氣獎 那這告訴我第二件事情 就是不要太相信專家的話 第一個獎項是由觀眾票選決定的 最具人氣戲劇節目獎 我們邀請到了頒獎人 是人選之人的編劇 同時也是本屆開場影片的導演 厭世姬一起來問頒發這個獎項 去年我們參與的作品 人選之人還有模仿犯 我們一起在角逐這個獎項 但今年我們竟然可以同台站在這裡一起頒獎 但我一直很好奇 你叫厭世姬但是你真的很厭世嗎 這幾天劇本寫不出來真的超級厭世 但是還好有很多好劇可以追 追劇的時候就不厭世了 對追劇就不厭世了 因為好劇就是我們的精神糧食 如果受到大眾的喜愛 還會帶來非常巨大的影響力 那現在就讓我們來頒發 大家最愛吃的精神糧食是哪一部片吧 最巨人氣戲劇節目獎 得獎的是八尺門的辯護人 恭喜 恭喜八尺門的辯護人得到了最巨人氣戲劇節目獎 大家好 大家好 謝謝大家 我是那個監製董成瑜 據說這一次的那個人氣獎的投票呢 第一名跟第二名競爭空前的激烈這樣 那我們只是顯身一百多票 那我真的非常謝謝投票給我們的所有的觀眾 然後像我的同事呢 比我還要緊張一百倍 然後有一位男同事他甚至去醫美診所 做那個打肉毒感劇的時候 他在等待的時候都不忘跟其他的客人來拉票 那因為我擔心等一下呢 我已經沒有機會再上台 所以我現在先謝謝我們的出品人 出品人 對 中華電信 潤太新 核發國際投資 蜜衣 六六洗洗 貝殼放大 天使放大 謝謝你們的支持 然後也謝謝援助 編劇 還有導演唐芙瑞的才華和努力 還有謝謝我們整個劇組 還有謝謝我老闆靜文學的董事長裴委一項的支持 謝謝 這個獎雖然是第一個頒發的獎 但是對我來說它是重量最重的獎 因為它是經過鬚鬚多多的觀眾交到我的手上 那這提醒著我們創作一定不能夠背對市場 不能背對觀眾 八層門的辯護人 他涉及了非常多敏感的議題 包含死刑 原住民 移工 法律 認同等等 那當初沒有人想像他會可以拿到這個最佳人氣獎 那這告訴我第二件事情 就是不要太相信專家的話 勇於探索 勇敢地繼續挑戰邊界 觀眾會在那邊等你 謝謝大家 謝謝 恭喜得獎者 也謝謝頒獎人 恭喜得獎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